他只要是听到拖来机的声音 他就会跑到大门口等我 看到我孩子就会张开小胳膊 一边跑一边喊爸爸抱爸爸抱 然后牵着孩子的时候走进院子 房前屋后都是小郭镇朗朗的笑声和洗脑声 我真的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但是这一切就在97年9月21号 数十个省份骑行50多万公里 报废十辆摩托车 2021年郭刚堂找到了被拐卖了24年的儿子 电影《失孤原刑》郭刚堂之子被拐案 于10月30日在山东省辽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 案件开庭前夕 郭刚堂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 讲述了他24年寻子的心路历程 我在安徽大别山里的时候 风和雨都是特别的大 然后摩托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骑 只能推得走 突然就刮过一阵斜风 把我和摩托车推向了悬崖的左侧 我就把摩托车反向推倒 我双手就抱着了路边的 差不多有60多公分的一个防护柱 就脸就磕到柱子上 那个雪我就看着那个雨水和那个雪水 就是往下躺 歪倒的摩托车它上面一面骑下面一面骑 上面那个郭振那个骑被风吹的 就是啪啪地响 我扭头就是我看到这个小郭振的时候 我真的就像孩子在给我说 他说爸小六不是也在陪着你离雨吗 我就又爬起来 然后扶起了摩托车 扶正了后面的选址 我就又走下去 骑着印有儿子信息的摩托车 跋涉50万公里 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2015年 他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尸孤》 刘德华饰演的主角 雷泽宽原型正是郭刚棠 骑着这个摩托车呢 大约是骑了10辆嘛 除了西藏嘛 没有去过 南到海南到北到墨河 然后有的地方呢 我都不知道去过几次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就是其他的一些信息 我也带上 然后呢 这个全国各地的跑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不一定呢 能帮到这些兄弟姐妹 但是到一个地方呢 我觉得可能就给他们 一点点希望 就像是在路上 别人给我希望 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在那里 做的宣传就是什么呢 爸爸妈妈 你们在哪儿 我想回家 采访过程中 郭刚棠谈及 寻子之路的 艰辛与无助 几度哽咽 从09年 我们这个公安部 撕立了这个 打拐DNA数据库 也给我们的这个查找呢 就是带来了 更大的便捷性 包括我们公安机关 后来的 这个一掌三包子 打拐长效机制 包括21年的 对于这个拐卖妇女儿童 然后呢 这个团圆行动 那一年的时间 应该是找出 两万多个家庭 就是帮两万多个家庭 团圆了 而且郭震呢 也是幸运了一个 2021年7月11日 离散24年的家庭 中获团聚 两名犯罪嫌疑人 呼父及唐力霞 也被警方抓获 我的妻子 是吧 他就应该觉得 嫁个男人 然后呢 好好的就过日子 然后把家照顾好 是吧 就行了 但是他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我的父母 七八十岁了 然后呢 他去饭店里打工 老人家 一个月挣1500块钱 70多岁 然后 给我几百块钱 贴补我的家用 他是不是错位 所以这些 所有的都在错位 庆幸的是什么呢 庆幸的是 21年 通过我们公安机关 我的孩子找到了 庆幸的是什么呢 是 我们没有陪孩子成长 但是 我们给他娶媳妇了 庆幸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都活着的时候 孩子 这个 就告一段 我们民众意识的 一天一天的提高 能够让大家知道 什么是违法 我明白 我们每个人 都要对自己的生命 有所敬畏 我们这个守规矩 我们才是对我们家庭 最大的负责任 中文字幕 李宗涝 中文字幕 李宗涛 中文字幕 李宗涛